三哥根本碰都没有碰我 给他那个气 他倒摆起架子来了 燕子啊 你胆小 你睡姐床上 姐装着你啊 到她那儿 去逗逗她 那不羞死人了 这有什么害羞的 姐替你出出气 眼前这个长相挖塞的女孩 叫燕子是十里八乡的村花 现在她被衙门盯上 老爹没办法 只好求助普老三 帅气逼人的三哥命徒 多传联考九年还只是个秀才 不过在老爹的眼里 老三已经是人中龙凤 他跪求三嫂哪怕 让燕子做个同房丫头也好 三嫂很大气 当即就答应了 三哥很纳闷 难道天上真的掉馅饼了 你不知道啊 定选宫女的柴人到庄上 已经搜查过三次了 凡是没有出格的 又有姿色的少女 都被她们给盯住了 三哥说原来如此 不过这年头 即便她是秀才家里 也没有余粮啊 老爹说燕子只有八十斤 每顿只吃二斤半 馒头咸菜都不挑 你想咋养就咋养 可老三还是觉得 妻子的善心事建立在考验 她的基础上 这下可把老爹给挤毁了 老三 你能忍心看着燕子姑娘 被他们争走吗 你能忍心看着燕子姑娘 被推进火坑吗 话至如此 老三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见老爹顺手就掏出俩喜字 贴到大门上 让燕子今晚就和三哥入洞房 老三要是换成老张的话 此刻早已乐开花 但现在他是老三 必须继续装矜持 三嫂是真大气 立刻改口 要和燕子姐妹相称 还宽慰燕子 不要嫌弃三哥年纪大 但身体健康能力棒棒低 胡三哥他学问好 人也好 姐姐你学问好 人也好 燕子姑娘 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并床 镜头一转三嫂 继续劝老三别再端着了 老三还是拿捏不准三嫂假大气 还是真考验 便说他大燕子二十多体重 也有一百八 实在是不太般配 三嫂说这都不是事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你的能力吗 年龄大点 只是表面 三嫂瞅了燕子 一眼转头 看向老三意思是 瞧你那损傻 三嫂告诉燕子不用担心 一会就准备铺盖 给他搬到书房 让他俩一起研究 昆子怎么写 夜深人静三嫂 抱着铺盖来到书房 看到燕子不好意思 还硬把他拽进来 该说不说像这样的妻子 屏幕前的各位老铁肯定羡慕了吧 夜半十分老三被一个狐妖梦惊醒 看到燕子在他旁边 立刻拿起一本聊斋之意撕起来 燕子惊醒以为三哥疯了 吓得赶紧抱着铺盖卷来找姐姐 姐呀三哥说冒话 啊